图书旅行驿站2.0升级版推出 花林势力图书馆这一次不只要把好书送进饭店 更要把图书馆年度新书带进饭店的大厅 而第一站给予提倡运动 崇尚人文的单车度假型饭店 骑兵行旅饭店合作 搭配饭店特色与需求 以运动休闲、英文、绘本三类主题的新书为主 让住宿的旅客在旅行当中也可以享受阅读 花林市公所推出阅读旅行箱带你去翱翔活动 把市立图书馆的书籍借给饭店 饭店再把书借给客人 而且每两个月会更换主题 新书可以流通 旅客也有不同的主题书可以读 让游客在旅行的过程当中 也可以有上图书馆的乐趣 读书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然运动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当然旅游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如果是这几样能够把它结合起来 那就是一种不一样的生活形态 这一次用我们书可以跟饭店做结合的一个模式 那针对饭店的形态提供给饭店 像是运动的一个书目 让更多来住宿的朋友们可以有更多不一样的选择 看自己喜欢看的书 那如果有兴趣的饭店朋友们 也可以跟我们花林市公所图书馆来做相关的联系 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饭店 一起能够跟仕途结合 让更多的人喜欢阅读 卡达饭店总经理王湛彬表示 未来会持续推动旅游观光 同时也把阅读观光元素带进来 让旅客可以感受到花莲良好的阅读风气 我们将来也会持续推动 卫市长的旅游观光 那接下来就是 除了这个旅游观光 我们会把阅读观光也把它带进来 那大家都知道阅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活动之后 我们在行销上在推广上 也会把这个元素给带进来 那希望把这个阅读 带入到花莲的旅游当中 那希望 让这个理念 告诉我们来这边的花莲的旅人 当他们回程的时候 会把阅读也带回去他们的故乡 让一点一滴的推广到我们花莲 我们台湾的所有的每个角落 卡达饭店主打单车特色 挑选了运动休闲英文绘本 三类主题书有100本 陈列在饭店的大厅 旅客可以在大厅读 也可以借到房间去阅读 退房的时候归还就可以了 花莲市公所也欢迎 对阅读有兴趣的各家饭店 可以陆续加入阅读旅行箱 带你去翱翔的行列 让花莲市处处有书读 处处可读书 借旅会幻市报道